请认真阅读娱乐艺人守则 确保能安全存活下去 一艺人每日接受颜值打分 低于90者受罚 丑事原罪 二 严格控制体重 不在完美区间内 建议手术 三 不提供水 只提供充剂 充剂供应量因人而异 四 若连续两天没有喝到充剂 请立即上报管理人员 五 请勿靠近神殿 请勿与女神交谈 亲爱的新成员 遵守所有规则 YOT娱乐一定会是你美梦成真的起点 管理人员把一人守则发给我们后就离开了 偌大的会议室里 只剩下十来个和我一样 通过了第一轮面试的年轻女孩 他们全都激动地交谈着 脸上男演激动喜悦之情 YOT娱乐作为国内最大的MCN公司 各个平台的头部网红 基本全来自这里 公司号称 只要能通过他们的第二轮面试 就会得到平台的重点栽培 一路扶摇直上 坐拥千万粉丝 走向人生巅峰 现在 我们只差一轮面试了 若隐若现的胜利 总是最容易让人放松紧闭 除了我 根本没有人在认真看 这份奇怪的艺人守则 每天接受颜值打分 打分标准是什么 惩罚的内容又是什么 严格控制体重可以理解 但手术是什么意思 还有那个冲击 到底是什么 女神又是谁呢 我一脑门问号 想找个工作人员问问 可刚才还敞开了大门紧闭着 我使出浑身的力气也拉不开 无奈下 我用力扒着门缝往外看 然而下一秒 却和一只冰凉的眼睛对上 他也在朝里看 漠然的目光就像在看死雾 我吓得跌坐在地上 在想寻找这只眼睛时 他却不见了踪影 仿佛刚才只是我的错觉 动静太大 终于有人走过来问我 你怎么了 我正没起身 这个地方都对近 你太一人守则了吗 哦哦 刚才丢一边了 他从桌子上拿起来随意一扫 是有点奇怪 不过大公司要求严格一点也正常了 可是 别想这么多了 女生根本不当一回事 笑嘻嘻地走进人群中 继续聊了起来 我反复看着那份一人守则 忽然发现 迎着光的时候 上面还有一条近乎不可见的小字 六 进入第二轮面试不可主动退出 否则 否则会怎样 我画了各种角度 试图看到后面的字 然而这条奇怪的规则 似乎在一半中止了 正在我困惑不解的时候 大门被推开了 进来了一个短发干练的女人 高跟鞋近乎将脚尖撑起90度 她红唇开合 声音冰凉 我是这里的经纪人杨姐 你们十个人 最后只有一人能通过第二轮面试 成为我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希望你们能合理竞争 脱颖而出 她让工作人员将我们带去各自的房间 尽管对YOT娱乐的好恨早有耳闻 但当亲眼见到装修的像城堡一样的宿舍时 所有人都震惊了 餐厅里摆放着一大桌美食 色香奇一般的诱人 可奇怪的是全都是大鱼大肉 连道汤都没有 更不要说水了 忙了一上午 大家都饿坏了 收拾完东西 就做下大块朵一起来 我也犹豫着坐了下来 试探着加了一块看不出是什么的肉 味道居然出奇的鲜美 饥饿感瞬间被放大了十倍 我还记得一人手则上的控制体重 想向工作人员要水垫垫肚子 可他却微笑着回答我 我们不提供水哦 只提供冲击 你可以回房间 居然真的按照一人手则执行 我拿着杯子进了房间 按下接冲击的按钮 一下 两下 然而 没有任何液体流出来 无奈之下 我只能喊来一个工作人员 问他 我的机器是不是坏了 为什么没一点反应 工作人员的瞳孔骤然放大 就像嗅到了血腥味的猛兽 一滴都没有吗 我迟疑了两秒 点了点头 好的 我会记录下来的 就这样嘛 我烦躁到 那我喝什么 很抱歉小姐 工作人员恢复了虚假微笑 冲击是音乐而已供应的 如果您今天没喝到 那 祝您明天能喝到 说完 他拿出记录本 认真的在我的名字后打个勾 这里的一切都透着诡异 我坐在床边 认真回忆着工作人员的第一反应 我不会看错的 那是兴奋 如果连续两天接不到冲击 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正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 走廊里的喇叭忽然出声 将我惊了一颤 请所有艺人来到大厅 进行第一次研制打分 与体重称量 走廊里一阵慌乱的脚步声 不是吧 这也太突然了 对呀 我刚才还吃那么多 怎么办怎么办 各种复杂情绪交织之下 我的饥饿感都淡化了 我迫切地想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 大厅里 此刻多出了一个电话屏一样的方形建筑 长宽都大概一米 四面是电子屏 杨洁等在边上 抬眼看我走近 抬了抬下巴示意 进去吧 一句废话都没有 我深吸一口气 缓缓拉开门 进去的瞬间 四面大屏上都倒映出了我的身形 仅仅几秒 机械的女生就响了起来 6号乘家家 颜值打分90.2 体重处在完美区间内 暂不需要接受惩罚 我还想再观察一下 这个分数是怎么生成的 但杨洁已经不耐烦地催促起来 出来 下一个 第二个进去的 是一个圆脸的可爱女生 不过是眨眼间 电子女生又响了起来 4号邹雪 颜值打分89 体重严重超出完美区间 立即接受惩罚 杨洁的眉毛不悦地皱起 她招招手 立马过来了两个工作人员 他们和下午听见我接不出冲击的人一样 眼底闪着诡异又兴奋的光 拉出去 好好惩罚 邹雪慌了 我只是当才多吃了一点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 别碰我 但杨洁看得不看她一眼 下一个 我试图拦住托邹雪出去的两个人 但他们的力气大得出奇 只是摆摆手 我的手臂就像断了一样 疼得动也动不了 哭喊声被悠长的走廊拉长 传进大厅 所有人都打得寒战 意识到不对劲的人终于不止我一个了 开始有人拒绝接受颜值打分 为邹雪打抱不平 你们的标准是什么 邹雪明明一点也不胖 杨洁冷笑一声 没有回答问题 你确定不进去吗 女生虽然害怕 仍然颤抖着摇了摇头 但下一秒 机械的女生就响了起来 似乎大厅里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人 冷眼旁观着发生了一切 一号唐宛柔颜值打分铃 立即接受惩罚 唐宛柔的脸瞬间变得煞白 不要 不可以 暗处又走出两个工作人员 极为迅速地架起她 朝门口脱去 又是悠长又甚人的哭好声 大厅里剩下的人都开始发抖 杨姐的表情却依旧冷漠 下一个 被她扫拾到的小姑娘膝盖一软 直接瘫倒在地上 你也拒绝打分 不不不 小姑娘抽噎着 连滚带爬地钻了进去 机械的女生似乎变得更加冰凉 二号 就这样 我们连标准都不知道是什么 就被奇怪的机器打好了分 而不在完美区间的人 居然有六个制度 他们相继被拉走 有人扑过来求杨姐 刚碰到她的脚尖 就被她默然地躲开 她冷冷注视着我和另外三个女生 还站着干嘛 回去休息 我们沉默地上楼 路过下午无比热闹的休息区 此刻 这里就像一口沉寂的棺材 我想跟另外几人交流一下目前的情况 但他们似乎怕急了 刚钻进卧室 就是一声震天响的关门声 这一夜 我躺得极不踏实 恍惚间 总觉得有人在惨叫 那些人究竟被拉去了哪 他们会接受什么样的手术 我越想越睡不着 可倒快要冒烟的嗓子 更是让我的身心难受到极点 就这样 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还是接不出任何憧憬 趁工作人员不备 我偷偷溜进了对面的房间 住这里的女生 昨晚被拖走了 房间里空无一人 她的桌上放着一个杯子 杯子里是淡红色的液体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冲击了 我已经渴到极限 看到液体的刹那 嗓子更像着了火一样难受 我拿起杯子 尝试着喝了一口 没有任何味道 我不敢在这里久留 将杯子里的水一眼而尽 然而正当我想开门之际 外面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咚咚 咚咚咚咚 一生比一生急促 而且是从我的房门口传来 博主玩怪谈提醒你 玩怪谈专更新怪谈一百年 喜欢就快来找我吧 我的大脑飞速转动着 我紧觉得觉得 直接开门 等待我的绝对有更加可怕的东西 我拼命搜索整个房间 忽然发现旁边就是休息区 而休息区的阳台 离这个阳台并不算太远 我把杯子里仅存的液体拖到身上 从窗口爬了出去 当我回到走廊里时 工作人员已经准备暴力开锁了 看到我 他连虚假的微笑都不装了 你去哪了 哦 我去锻炼了呀 你不会采启吧 一日之际在于晨啊 他又恢复了那种难看的假笑 请问你今天接触冲击了吗 接触了呀 我撒谎道 还不小心撒衣服上了呢 我指着T恤给他看 他的眼神似乎有些失望 点点头离开了 很快 昨天被拖走的女生们都相继回来了 只是他们有的身上裹着厚厚的纱布 像行走的木乃伊 有的就像被什么可怕的东西吓倒了 眼里满是惊惧惶恐 布满脏污的身上 还隐隐散发着恶臭 我拉住一个看起来还有些神智的女生 你们怎么了 他喃喃着 太可怕了 我们昨晚住的地方 简直是地狱 那他们 他们做手术了 他们已经不是他们了 女生有些神经质的尖叫起来 我要退出 我放弃 我不参加了 我猛然想到一人手则上的小字 然而 我甚至来不及捂住他的嘴 工作人员已经听到了 他笑得让人毛骨悚然 真的要退出吗 你想清楚了 女生疯狂点头 工作人员的瞳孔越发放大 甚至挤占了眼白 他凝笑着掐住女生的脖子 直接将女生从地上拔起 双脚离地 女生的脸仗成了番茄 我们甚至听到了 五节拖就折断的声音 可没人赶上前 下一秒 冷冰冰的机械女生 在我们周围响起 七号合眼淘汰 大厅里沉寂得不可思议 不知道谁是谁先哭好起来 风味一样往房间跑 死死锁住门 一阵惊慌无序的碰碰声后 很快 走廊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工作人员转头冲我微笑 你也想退出吗 我愣了一下 摇了摇头 他骤然松开手 女生像散架的娃娃一样 摊在地上没了声息 中午吃饭 惶恐的众人赖在房间里 不肯出来 但杨姐丝毫不给面子 在走廊里喊了一声 我倒数了 三 一群惊慌失措的女孩冲了出来 但我却惊讶地发现 这些面孔 已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时那样 我试图搜寻着认识的脸 可除了昨晚和我一起留下的三个女生 再没有我认识的人了 杨姐却像见怪不怪一样 有人弱弱地问她 我们什么时候培训 怎么PK淘汰 她淡然道 第二轮面试不再培训 也没有PK了 淘汰吗 就看你们听不听话了 一片诡谨的氛围里 没有人敢反驳 吃饭时 餐桌上依旧摆满了色香剧全的的美食 却没有人在大块朵移 大家将硬地动着筷子 匆匆吃了几口 就有人要回房 我拉住了旁边欲走的女生 你的脸 她似乎已经木然 眼神里也满是空洞 哦 我手术了 什么手术能恢复这么快 在一夜之间改变人的容貌体态 我还想再问 但她已经机械地站起身 往走廊深处走去 后面 还跟着另一个 昨晚被拉去做了手术的人 某一瞬间 我竟觉得 明明初次见面时 还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此刻背影却有着说不出的相似 在这里的生活实在乏善可陈 没有培训 没有考核 没有PK 只有让人不解于恐慌的规则 而我还面临着另外一个危机 就是没水喝 怕出问题 我不敢找任何人帮忙 就这样 到了晚上的打分时刻 杨姐的目光 在众人里一扫 平顿在我身上 你先进去 我迟疑了 现在的我无疑是憔悴的 甚至是有些邋遢的 我接不出任何冲击 甚至没有办法洗漱洗澡 浑身都透着一股黏腻 怎么 不想进去 杨姐见我犹豫 就想招手喊工作人员 六号成家家颜值打分85.0 请立即接受惩罚 我的心一凉 而两个工作人员 几乎瞬间冲过来 拧住了我的双手 推着我进入了漆黑的走道 伸手不见五指中 我强压着心头的紧张 你们要带我去哪 但他们冷笑一声 根本不搭理我 很快 我被推到了一暗潮湿的地下室 刚走进去 一股奇怪的臭味 就直冲天灵盖 一个个黑漆漆的小房子 就像无声的坟墓 工作人员把我往其中一间一推 进去 我跌在地上 一声巨响后 厚重的门在我眼前合上 我摸索着蜷缩到角落 然而密闭的房间里 我的颈后却忽然袭来一股凉风 我下意识地摸向身后 又听到一阵充满恶意的姐姐怪笑 这个房间里还有其他东西 我掐着手心 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可那阵凉风 却若即若离地扶着我的四肢 明明只是风 却像刀割在身上一样疼 我扑向大门 试图逃离这里 然而下一秒 我的脚腕上猛然缠上什么东西 我就像现在的沼泽里一样 而那湿滑恶心的生物 舔视着我的小腿 一点点在我身上蠕动着 我胃里一阵翻山倒海 与此同时 房间里四面八方都像传来怪叫 我的头顶也有滴答滴答 宛如口水的腥臭的液体落下 但只要我挣扎 就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捉弄似的抽打着我的身体 节节狂笑 我逃无可逃 更害怕一不小心吞入什么东西 只能紧闭着唇 一声不吭 但我的沉默 似乎让房间里的生物们 觉得索然无味 他们很快抛弃了我 这个不配合的玩具 怪销声也逐渐消了下去 没了束缚 我瘫倒在地上 身体处处透着疼痛 衣服早已被汗水打湿 然而就在倒向墙角的刹那 我突然触摸到了墙上 凹凸不平的刻痕 刻痕 我猛然瞪大了眼睛 激动的摸向墙面 错综复杂的痕迹 几乎遍布了这块地方 但又奇异的 在一条近似的直线上 直觉告诉我 这不可能是简单的划痕 我拼命寻找了各种角度 一次次使劲闭眼又睁开 试图看清墙面上到底有什么 可是光线实在太暗了 我只能摸向墙面 试图分辨出那到底是不是文字 就在这时 外面似乎又压来了新的人 走到里的印记灯亮起 我赶紧趴下 瞪大眼睛 看着墙上的痕迹 果然是字 我连任带猜 胡伦吞早地看着 一 这个地方吃人 二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你接不出冲击 我心里一跳 这是谁留下的提醒 他为什么与员工守则相悖 冲击又是冲击 它到底代表着什么 我的大脑疼得快要炸裂 总觉得自己忘了什么关键的东西 后半夜 房间里的奇怪生物又闲得无聊 不停地折腾我 但我自从发现 反抗会让他们更加兴奋后 就咬紧牙关不声不响 他们嫌我没意思 很快又消停下去 就这样 我听着时不时传来的凄惨叫声 艰难地挨过了这个晚上 次日早晨 工作人员拉开门 上来就到 做手术吗 什么 不做手术 你今晚依旧会接受惩罚 我想起那些完全陌生的脸 我不想做 工作人员笑得阴侧侧 今晚的惩罚会比昨晚更可怕 再往下一层 里面的怪物就没这么友善了 他们可是无孔不入 为什么一定要做手术改变 一个人变美的方式有很多种 成家家 杨姐的声音忽然传出 毫不客气地将我打断 我试图寻找她在哪 工作人员推了我一把 看什么呢 对讲机 杨姐的声音很轻蔑 富贵显中求 你想出名 却连动刀子的代价都不愿承担 有什么资格留在YOT 我默了默 道 我不觉得这两件事可以挂钩 不知天高地厚 什么样的艺人能火 我比你清楚多了 可是那些活起来的网红艺人 也不见得都是外形完美的吧 我说了 我比你懂 杨姐的语气越来越冲 你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出名 就必须听我的话 我沉默着 我最后问你一遍 到底做不做手术 我在大脑里飞速过着所有的信息 没有任何一条规则里说 不做手术会淘汰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拒绝 敬酒不吃吃罚酒 杨姐声音里满是嘲讽 如果死在了今晚的惩罚里 不要怪我没救过 那天上午 我又见到了几张生面孔 有人连续做了两天手术 脸蛋变得无比 精致漂亮 身材也变得性感妖娆 然而 配上空洞的眼神 和毫无情绪的面孔 怎么看怎么诡异 我察觉到 有女生昨天下了地下室 到现在还没上来 又想起杨姐恐吓的话 总担心他们已经出事 可当我想问问其他人的时候 他们全像听不见一样 所有人都默然地吃着饭 吃好了 就放下筷子 僵硬地朝房间走去 这样的场景实在太诡异了 我望着满桌佳肴 一口也吃不下 我从没见过城堡里有人采购食材 这些肉都是从哪来的 忽然 我的身体就像过了一阵电流似的 我想起了地下室墙壁上刻着的那句话 这个地方吃人 难道这个肉 我一阵反胃 冲进卫生间狂窝起来 直到虚脱的瘫倒在地 我不明白 为什么那些刚来时还生机勃勃的女生 全都像湿了魂一样 她们到底做了什么手术 我害怕再待下去 自己也会变成她们那样 可我又明确地知道 不能提淘汰 否则这个诡异的地方会直接要了我的命 趁工作人员不备 我在休息时间悄悄溜出房间 我试图找到逃离的办法 但很快 城堡里似乎有眼睛发现了我 警报警报 检测到有人正在向女神宫殿移动 请工作人员立刻采取行动 我的身后忽然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女神宫殿 难道我误打误撞找到了出口 我从来没有跑这么快过 几乎是冲一样的往前 五脏六腑都颠得升跑 未眼模糊中 我看不到前方 只能感受到身后的脚步越来越近 有人抓住我手臂的瞬间 我扑通一声撞在了铁门上 我死死抓着门把手奋力抵抗着 赶紧松手 你进不去的 救我 我使劲拍打着高大的铁门 工作人员一根根掰开我的手指 然而就在我即将被拖走的刹那 一直紧闭的铁门晃动一下 下一秒 她居然在我眼前打开了 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 居高临下俯视着我 这张脸是完全陌生的 可我却总有一种思曾相识感 我身后的工作人员 全都俯下身鞠躬 珊珊女神好 珊珊 珊珊 我默念着这个名字 头突然疼得厉害 那些不知为何粉碎的 脱节的 像西沙一样捕捉不到的记忆 缓慢的黏合起来 我终于想起了她的名字 程珊珊 我找到你了 我想起了 自己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前不久 我的亲姐姐对我发消息 说她要去参加YOP的面试了 靠谱吗 那时我问她 拜托 这可是YOP 国内最大的MCN公司了 怎么可能不靠谱 再说了 我已经通过一轮面试了 离成功之后一步之遥了 那时我的心细 毫不逊于她 程珊珊豪情万丈的告诉我 等姐姐成了千万网红 带你吃香的喝辣的 然而我这一等 就等了数月 我再也联系不到她 报警后 警方却在一个酒店 找到了她留下的遗书 我怎么也不相信 程珊珊会寻死 可所有的证据都摆在那 警方只能劝我解爱 我不死心 决定去YOT寻找线索 于是我顺着程珊珊给的信息 报名参加了YOT的新人选拔 第一轮是正经的才艺 外形选拔 第二轮 在真实的世界里 工作人员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奇怪的 像实验室一样的房间内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 给我们每人发一个胶囊 看着我们吃下 第二轮考核 胶囊会短暂地清除掉 你们一些不相关的记忆 将你们送入同一个环境里 不过放心 它只在这轮考核里有效 不会损伤你们的身体 这轮考核其实很简单 就像做一场梦一样 结果就出来了 公司只是想看一下你们的服从性 还有与这个行业的适配度 适配度高 才有培养的必要 我没听她的洗脑 偷偷把胶囊藏在舌头下面 然而 仍然受到了波及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那人说的冠冕堂皇 其实近乎清空了我们所有记忆 我们只记得自己是来参加YOT的选拔 并且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怪不然我总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明明没有成名的欲望 却出现在了这里 橙杉杉的出现 终于让我想起了一切 我拼命晃着她的手 姐姐 是你吗 但她却用全然陌生的目光注视着我 你是谁 我手脚冰凉 姐姐 我是佳佳呀 什么佳佳剪剪的 赶紧跟我走 杨姐这时也赶了过来 奇怪的是 面对橙杉杉的时候 她一点也没了平时的嚣张跋扈 而是点头哈腰 异常攻击 我一个人的力气实在微小 几乎是被工作人员抬了起来 姐姐 救救我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橙杉杉眉心微醋 等一下 众人的动作一顿 你们走 把她留下来 我激动的挣脱束缚 铺上来拥抱橙杉杉 以为她终于想起了我 但她却有些嫌弃地将我推开 你好脏 杨杰姐眼里满是不甘以犹豫 但显然 在这个地方 橙杉杉的地位要高于她们 她们弯腰拘了一躬 值得不死心地先离开 姐姐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你的脸为什么成这样了 大门和尚 我迫不及待地靠近橙杉杉 然而橙杉杉闻言 慌张地冲到镜子前 我的脸怎么了 看清楚后 她才长出一口气 明明依旧这么完美 旁边的工作人员瞪了我一眼 杉杉女神可是现在最火的网红 全平台粉丝敬意 跟她说话放尊重点 我彻底困惑了 橙杉杉什么时候成大网红了 但环顾四周 确实处处贴着她的海报 摆放着粉丝礼物 还有各种平台的奖杯 其中一面墙上 我又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女神守则 一请严格遵从作息表 二请勿离开女神宫殿 三请勿在夜里摘下耳塞 我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然而不等我说什么 橙杉杉就扇着鼻子 让人把我拉走洗干净 臭死了 女神宫殿里依旧只有冲击没有水 然而似乎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等我焕然一新的出现在橙杉杉面前时 她似乎有片刻的恍惚 但很快 她又很快恢复那副端庄优雅的模样 我盯着她的眼睛 仍旧不死心 姐姐 如果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为什么会救我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你告诉我 然而橙杉杉只是困扰得扶了扶额头 我没想救你 我也很疑惑 为什么下意识喊出那句话 就像她顿了一下 本能一样 我攥紧了手心 血浓与水的亲情 是我们之间割不断的纽带 我能够确信 面前这个身材样貌都陌生的女神 就是我的亲姐姐程杉杉 她的记忆一定也被做了手脚 所以她忘记了一切 自然也忘记了我 可我想不通 她为什么会被留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 现实生活中 那封她亲手写的遗书又是怎么回事 当时警察调查的清清楚楚 程杉杉那一轮 加上她有十个女生 进入了第二轮晒选 YOT也却如她们所言 签下了表现最好的那个女生 而其他人都回归了各自的生活 警察在调查时 她们的证词都一样 面是没什么奇怪的地方啊 程杉杉当时也挺正常的 但为什么只有她被困在了这里 我试图从程杉杉嘴里 套出一些线索 你一直生活在这里吗 程杉杉还没回答 旁边照顾她的工作人员 先得意地扫了我一眼 住在女神宫殿 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公司只有最火的一人能住在这里 我们珊杉女神已经住了很久了 我扫了一眼程杉杉 她端着双臂 看起来春风得意 很久 是多久 程杉杉愣了一下 一副思考的表情 旁边的工作人员狠狠推开了我 你管得着吗 程杉杉 我死死盯着她的眼睛 试图换回她的记忆 你根本就不记得过去多久了对吗 因为这一切都是虚假的 她猛地抬头 几秒后 开口问我 谁说我姓程 你不姓程你姓什么 程杉杉的表情很迷茫 对呀 我姓什么 所有人都珊杉女神的喊着她 根本没有人提起她的姓氏 我趁热打铁 指着墙上的女神守则 你从来没有出过这个宫殿 对吗 像我这么高贵的身份 怎么会去外面的建民区 谁告诉你外面是建民区 难道不是吗 你没有发现自己一直被控制着吗 你没有想过 为什么要严格遵循 这些奇怪的条例吗 说什么呢你 工作人员回过神 拦在我和程杉杉之间 严格遵循守则 是公司里每个人都要做的事 只有这样 珊杉女神才能拥保美貌 我冷冷地反问 谁告诉你遵守规则 更保持美貌挂钩的 反正 反正我记忆里就是这样 如果你们的记忆都是假的呢 程杉杉忽然按住了太阳穴 似乎头疼得厉害 工作人员赶紧为她端上一杯冲击 她隐而静 这才慢慢冷静下来 我紧钻的手心里已经满是汗水 到底该怎么唤醒程杉杉的记忆 我有种直觉 不剩多少时间了 然而就在我绞尽脑子 想办法的时间里 宫殿里响起三声浑厚的钟声 几乎与此同时 程杉杉就像背上了发条的机器人 她木讷地走向楼梯 嘴里一遍遍重复着 该直播了 该直播了 不能让粉丝久等了 姐 我冲过去想抓住她 她却直接将我推开 让开 该直播了 不能让粉丝久等了 就在这时 宫殿的大门外传来蓬蓬的声音 杉杉女神 要开吗 程杉杉的心思压根不在上面 随意挥了挥手 立马有人拉开了宫殿的大门 外面站着的 正是面色不善的杨姐一群人 杉杉女神你好 你身边这个人很危险 刚才有人检举 她好像接不出冲击 我们需要把她带走何时 姐 我不跟他们走 姐 然而宫殿里又响起几声钟声 程杉杉上楼的脚步更快了 随便你们 几乎就在她话音落下的下一秒 几个工作人员冲了过来 将我拖了出去 他们将我带回自己的房间 虎视眈眈地看着我 按下这个按钮 我摇头 我现在不渴 我让你按 杨姐掐着我的后颈 强迫我低下头 现在给我按 我仍旧反抗着 博主玩怪谈提醒你 玩怪谈装更新怪谈一百年 喜欢就快来找我吧 她见我不老实 给旁边的人使了个眼色 立马有人冲过来 掰开我的手指 用力压着按在了感应区 别说有水流了 连一滴液体都没有 杨姐冷笑着 一下比一下重的 点着我的后脑勺 果然 你从近来到现在 就没接触过东西吧 我回想着地下室里 刻在墙壁上的话 抢压住狂跳的心脏 抿着唇不言语 一定要赶紧找到 逃脱的办法 把她丢到地下室最后一层 流一口气就行了 但要是她不小心死了 那就算了 杨姐很满意于我的惊恐 又不知真假的恐吓一番 才嫌弃地将我丢开 带走吧 工作人员得了令 眼睛又变成兴奋的心红 扯着我的头发就往外拖 大厅里 仅剩的三个女生 正安安静静地围坐着吃饭 我大声呼喊着 救命 救我 然而他们就像没听见一样 神色平静而漠然 我很清楚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 人是真的会死去的 而我压根不知道 如果在这里死了 我是否还能回到现实世界 因此我拼命挣扎 大声怒吼 你们凭什么随意惩罚我 你们有什么资格 啊 你连冲击都接不出 你压根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冲击 冲击到底是什么 那是这个世界最珍贵的东西 两个工作人员拖着我 经过了漫长而漆黑的走道 一股熟悉的 乐臭的气味 再次向我袭来 我听着此起彼伏的哭声 怪叫声 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而后面的两个工作人员 忽然发出了 我熟悉的节节怪笑 又有新鲜的肉 吃了 我的脚就像被钉死在地面上 工作人员见吞动我了 再次顾忌重施地 扯住我的头发 快走 而另一人则拿出钥匙 去开离的最近的老门 我死命挣扎 而抓住我的手 就像锁链 无论如何都挣不开 面前的门已经被打开 腥臭的冷风引念浮来 我哆嗦得几乎站不住 而就在两人 要把我推进去的刹那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还有一声脆声声的 哎呀 地下室怎么这么多层吗 哎呀 什么东西这么臭 都没人打扫的吗 我大喜过望 几乎生死力竭 珊珊 谁在喊我 抓我胳膊的手指僵住了 根本没人在乎 我是死是火了 两个人几乎像一阵风一样 往外跑 试图拦住 潮里窥视的程珊珊 趁此机会 我也疯了一样的逃跑 程珊珊 救救我 在惯性之下 我撞开了拦着门的人 扑到了程珊珊身上 她几乎下意识地 将我拦住身后 沉默两秒后 又忍不住回头看我 眼里有些许的困惑 她或许在想 为什么身体又歇于大脑 做出了决定 对不起 珊珊女神 打扰到您了 但这个人很危险 还请您不要靠近她 然而程珊珊默了默 摇了摇头 人我带走了 她甚至不需要 征求工作人员的意见 只是单方面的通知 我劫后于升班 紧紧跟着她 程珊珊走的 并不是我来时的路 而是踏上了一个 旋转的大楼梯 大楼梯越往上 光线越来越好 直到她推开一扇门 将我带进了熟悉的一楼大厅 程珊珊扇了扇鼻子 吐出一口浊气 我都不知道 这里的地下室这么多层 太奇怪了 我这才意识到 原来对我们来说 噩梦一样的囚龙 就在这所豪华宫殿的正下方 可是你为什么会下去 我问程珊珊 她看着我 我直播结束休息时 突然想到了你说的话 就开始好奇 不遵守规则会发生什么 然后我是摘下了耳塞 没想到听见了奇怪的声音 顺着这个声音 她一路找到了地下室的入口 又遇见了你 她皱了皱眉 再然后又不受控制了 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天注定 我激动的抓住程珊珊的手 这说明你身体的自主性 已经在觉醒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你逃出去的 程珊珊的表情有些犹豫 逃 对呀 姐 我就是为你来的 我向她解释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虚假的世界 虚假 程珊珊难难自语着 你难道想不起一点东西吗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 只给她看 这些都不是真的 你在现实生活里根本不是什么网红 也不长这样 我咬牙切齿着 有人篡改了你的记忆 改变了你的外形 程珊珊一直低着头 似乎在沉思 我还想再说些什么 她却猛地站起来 吼了一声 你不要再撒谎了 我怎么可能不长这样 我就是最完美的 我论我一下 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 但出去以后你就会明白 我耐心地告诉程珊珊 现在当务之急 是我们怎么从这个鬼地方逃出去 哦对了 这个宫殿还有没有其他神秘房间 我一边问一边找 但一秒 两秒 十来秒过去了 程珊珊依旧没有理我 而当我疑惑地回头时 就看见她眼神灰暗地盯着我 你怎么了 我赶紧朝她走去 但她就像受了什么刺激一样 猛然退后 暗响了身侧的警报 别撒谎了 杨姐几人又赶来了 你们赶紧把她带走 程珊珊挥着手 我早已呆若木鸡 而杨姐这回 直接将我的双手捆了起来 刚把我拖出去 她就不耐烦地数落身后的人 你们干什么吃的 别让我再看见她 又是同样的推丧 同样的疼痛 但我却迟迟没有回过神 程珊珊就这样出卖了我 我心孔嫩得厉害 不行 我不能束手就擒 趁工作人人不备 我狠狠撞开他们 一路朝有光的地方跑 他们在后面步步紧追 直到我跑上宽阔的露台 退无可退 但两人已经追昏了头 压根没有发现 我已经到了绝境 还呲牙咧嘴地冲上来抓我 在惊恐的叫声里 我们一起摔了下去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仍旧躺在 YOT那个奇怪的 像实验室一样的地方 我浑身酸疼的厉害 费了老大劲 才摘掉头上的设备 房间里静悄悄的 其他九个人都昏睡着 我叹了叹他们的鼻息 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来在虚拟世界里死亡 现实世界里的身体 并不会跟着烟气 YOT的人 估计是打算将所有人一起唤醒 这样能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但没人想到 我会在虚假的世界里 觉醒自我一时 还提前醒来了 我并没有急着出去质问 而是谨慎地 打量着房间内的装置 说不定这里会有我想要的线索 终于 经过我地毯式的排查 在角落的一个柜子里 找到了两张 写着满满字迹的稿纸 其中一张稿纸上 大致画出了 虚拟世界里员工宿舍的草图 还有打分机器的打分标准 以及草拟的员工守则 旁边还用小字写着 所有人清醒时 记忆都会被修改 他们会以为自己 经历了一场正规的面试 我这才理解 为什么上一批面试者的证词 全都一样 另外 在这张纸上 冲击两个字 被人被格外劝处 冲击能让人更加服从 它代表着成名的欲望 欲望越强 能接触的冲击越多 没有成名欲望的素人 不值得培养 我恍然大悟 怪不然我无论如何 都无法从仪器里 接出一滴液体 可我又猛然想到 女神宫殿里 源源不断的冲击 那究竟是女神的特权 还是姐姐的欲望呢 我不寒而栗 我第一次发现 我好像根本就 不够了解成珊珊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我继续看第二张稿纸 这居然是 女神宫殿的草图 只不过 这张就画得精致多了 还在边上写着第六稿 更奇怪的是 稿纸上 连宫殿那些奖杯的位置 都分毫不差 上面还标注着 小小的英文缩写 CSS CSS 程珊珊 我惊出一声冷汗 这个宫殿 难道从一开始 就是为程珊珊打造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将两张稿纸藏在身上后 我直接推门 满脸杀气的冲了出去 外面的工作人员见到我 满脸惊恐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我推开了 我一路冲到 YOT招新总负责人的办公室 上去踹倒了她的椅子 给我把程珊珊弄出来 她待热目击了好一会儿 才从地上爬起来 警察不早就来调查过了吗 程珊珊是自杀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放屁 我抓起桌上的文件 砸在她脸上 你骗鬼呢 你就没发现 我提前醒来了吗 你以为这是因为什么 她震了一瞬 表情很明显的慌了 你你 我嫌烦 直接给她代括了所有事情 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还在实验室里 找到了关键证据 实话跟你说了吧 为了防止 你们这种垃圾公司杀人灭口 我已经报不警了 我死死瞪着她 不把我姐弄出来 我一定想办法告到你牢底坐穿 她沉默了 然而就在我叫骂着犯法公司 臭脸不要的时候 男人忽然散去了慌张 嘲讽的掀了掀唇脚 犯法 我犯了哪门子的法 你倒是说说 我冲上去抓住她的衣领 死不悔改 你就不怕下地狱吗 她看向我的眼神更加讽刺 看来你亲爱的姐姐 根本没向你透露过半点消息 我心头一紧 很快 警察就到了 我立马控诉男人 借着面试做幌子 把我们骗过来 让我们的意识 陷入惨无人道的虚假世界 以此来选出最服从 成林欲望最强 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给他们赚钱的工具人 这个变态 还把我的姐姐囚禁在那世界里 你不能随便诬陷人啊 程小姐 男人缓缓从抽屉里 拿出一份合同 递给警察 我们的意识实验是残酷了点 但绝对不像她说的 惨无人道 要不然 到现实世界后 接受不了这种落差 最终决定留在那里 永保美貌 永保人气 男人贪手 于是我们达成了协议 他付重金 我帮他打造一个豪华的宫殿 男人看着我 一有所指的微笑 他应该挺喜欢那里的吧 我浑身的汗毛都炸台 警察严肃地问他 为什么上次你不说这些 你们看 男人指着合同上最后一项条款 甲方须严格替乙方保密 不到万不得已 不得说出乙方真正去向 我也得有职业道德嘛 警官 你说对不对 看着男人这副恶心的样子 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你还有没有道德 你还是人吗 快把程珊珊给我放出来 你不是试过了吗 是他自己非要留在那的 男人擦了擦嘴角 设计师帮他在虚拟世界 开的最高权限 如果他自己不愿意 谁也没法强迫他回来 而且 最开始我就告诉过他 一时留在虚拟世界里太久 就算回来 也会变成植物人 这些他都是知晓并且同意的 不信你看着 男人又指着合同上我个条款 我从来没有这么愤怒 却又无能为力过 可白纸黑字 确实是程珊珊自己做的决定 我LT虽然没有人伦 但确实没触犯法律 这件事调查了很久 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后来 我又回了两次虚拟世界 可程珊珊依旧不愿意跟我走 她坚定不移地认为 自己就是天生励志 拥有着完美身材与外形 就是魅力无限 坐拥万千粉丝 我试图骂醒她 可这虚伪的名利 早已将她腐蚀的彻底 更不要说 还有冲击这种麻痹人心的东西 最后一次离开虚拟世界时 工作人员警告我 你不能再进去了 否则你也会变成植物人 可那是我姐 那又怎样 你怎么知道 那不是她最想要的人生呢 程珊珊 别太自以为是了 我几乎喘不过气 从YLT总部走出来时 一阵头晕目眩里 我看见了对面高耸的广告牌 上面用龙飞凤舞的烫金大字写着 YLT娱乐 美梦成真的起点 广告牌快速切换着意义生辉 青春亮丽的面孔 我却只看出了 和虚拟世界里如出一辙的 流水线作业一般的笑容 这难道就是程珊珊放弃一切 都要追求的璀璨人生吗 郑文完